欢迎收看全新播出的国会最前线 我是许仲江 一例一休修法 今天立法院要复委 不过许多行业担心 才刚改善的过劳情况 现在要修回去了 尤其医护人员说 如果每周公时上限40小时劳工生病了 要给公时80小时的医护人员看病 这不是很讽刺吗 未来医院的劳动条件会不会恶化 而修法设定的把关机制 包括劳动部有没有能力审核 劳自己血厢能对等 劳工敢说不 这会不会形同虚设呢 特别是台湾公会比例这么低 现在绿营立委打算提出三大家码 包括加班时数 轮班间隔以及补修加成 这有多少帮助呢 为了业者的弹性 可以放宽到工作30天 工时300小时 这也合法 这不是明显的漏洞吗 劳动部为何不禁止 为何不要求业者补足人力 却让劳工过劳呢 今天节目中我们都有详细分析 介绍来宾在我右手边地位 财经专家汪洁明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左手边是盛平党全国委员苗波亚 大家好我是阿苗 以及护理事公会理事长陈玉凤 你好大家好我是玉凤 好我们先来看一地一休修法 今天交付委员会审查 蓝绿两党都甲级动员 国民党立委霸占主席台 僵持不下 劳团也号召上百人 在场外抗议 痛批向资方倾斜 会有更多劳工过劳 来看VCR 反对劳机法修饿 反对劳机法修饿 高喊口号 手拿抗议海报上百名劳工 齐聚在立法院外头 抗议一地一休修法 正愿版 交付委员会审查 蔡政府反而还更亲自放的方式 去年12月6号 砍掉七天假之后 现在又把一地一休 要继续修饿 这对台湾的劳工处境来讲 更是雪上抓双 你靠着劳工票 你现在选上了 你掌握了立法院 你掌握了行政院 你掌握了你现在是总统 可是你选上之后 你怎么对待无功人呢 发出怒吼 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劳团决定到立法院里头 和民进党立委说清楚 讲明白 想越过警方层层见户 双方爆发推挤 反对劳机法修 反对劳机法修 冲突一波接着一波 劳工扬言 接下来要绝食抗议 还有更大的街头抗议行动 要蔡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场外抗议不断 场内也有十多位国民党立委 一早就霸占主席台 民进党团也不是省油的灯 使出人海战术 用搬的用推的 无论如何就是要蓝营立委 离开主席台 只见陈彦秀拿指 用力打后头的陈赖赴美 讲万安要跳上主席台 也被拉下来 双方僵持不下 好 评估报告还没出来 那今天就要复委 我们等于是要怎么样 又要来瞎子摸象 希望在本会期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最好 让一粒一修的争议 能够就是米平 一粒一修修法 在野党不买单 老团也扬言 抗议一波波 民进党要力拼 这个会期三度通过 恐怕不太容易 好 立法院我们看到 今天又形成一个对峙情况 那么国民党的立场 我们先不管 现在他之前反对 现在要修法也是反对 那么他们的部分 我们先不谈 只是说回到我们的问题核心 一粒一修修法 这个关键在于 有没有化解外界的疑虑 那么现在其实 这个各界都已经反映了 许多的问题 我想请教杰明哥 劳动部有没有跟外界说明 这些外界的疑虑 他有没有去做修正 特别是说 连上30天 300小时都合法的情况之下 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吗 好 我应该这么说一句话是说 事实上应该是 先有一个民意调查 针对所有劳工朋友做的调查 是全民调的 这民调已经在之前 大家都已经看到显示 超过60%以上的劳工 认为一粒一修之后 他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环境 甚至他的收入是减少的 是因为这个声音 不是资方的声音 是因为这个声音 还觉得是不是需要在公时上面 增加更多的弹性 那么当然这个消息 在这段时间去酝酿完之后 才有最新的一个方向 那这方向也是 其实资方希望的事情是说 每周每个月最高的加班时数 可以超过60个小时 但是已经调整为是54个小时 这部分是有经过了计算 当然在这个国民党说法是说 这没有评估的方法 但是事实上我们说 全世界为二有调高 所谓最高工资 就是我们说最高加班时数 另外一个是日本 日本是每周是80个小时 他们更高了 对他们是更高 是比我们更高 那么在欧洲呢 欧洲是这样 欧洲以德国为例 它是最低工时 你必须要给劳工4个小时 它是最低 它没有最高 就是限制劳工 你最低给劳工 你一天至少要给他4个小时 它当然目的是使老人 就是我们说年纪长的人 他依旧能够贡献他智慧 到所谓的这个工厂里面 或者是这个上班的所在地 所以整体而言来看的时候 当然我先把这个医理 医护人员这边排开 因为这部分 确实存在了许多的问题 我们是单纯就劳工的问题 我现在在简单 我再拿一个图卡来显示 就是所谓的 徐友明所谈的 会不会有说 在12月到2月的时候 工作300个小时 我必须坦白讲 这不是不可能 因为呢 我现在抓一个图卡 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说 我抓一个 大家最知道的公司 这个公司叫做鸿海 鸿海都知道 鸿海是一个 最景气分明的公司 就是说 它每次到了9月 到隔年的这个3月份 它的工作状况 确实就会非常迷述 很明显的显示说 它有可能会产生 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工时过长的问题 极端颁表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图不是它的公表 而是它的股票的 一个走势图来显示 它确实有所谓 跨年工作的状况 我切的时间是2014年 你可以看到 跨年之后 它这边就是 它的股价 当然就反映它的盈利 盈利反映它的工时 很明显的在年初 这是2016年 在年初的时候 这是2015年 在跨年的时候 确实都有明显 增加的一个趋势 可是你看它 进行到年底的时候 它就明显的 这个股价就会显示 往下走低 也就是说 它的没有需要 这么多的劳工 对 那它会有那种 极端颁表的状况吗 就是它最高的工时 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它没有公布 它在土城的 我们是以它在 这个郑州的状况来看 确实 劳工可能工作到 超过10个小时一天 这是以郑州的 因为我们台湾 并没有这样的资料 我也没有办法搜索 就是以旺季的时候 来看最高工时 可是到淡季的时候 可能它们就 掉下来 掉下来 甚至可能一天 做不到6个小时 OK 因为它没有那么 庞大的需求 那我的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会不会去设定 一件事情 说我就卡你 就是12月到1月 就是不准你工作 超过10个小时 这不合理嘛 那问题是 它到了4 5月的时候 过了5月的旺季之后 它可能一天6个小时 都不需要 那这问题来了 就是说 如果徐永明委员 他拿这个例子来解释 我必须说明 确实是可能的 但劳工也很盼望说 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在 这个5月到隔年8月 这个淡季的时候 你让我能够做8个小时 再加工两个小时 对不起 不可能 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说 如果这把它卡住了 那就要问 反问说 因为鸿海 它是一个代表性 台湾有将近9成 一样中小型企业 他们都有同样的淡季 跟旺季的分明 还记得吗 南投现场是第一个跳出来 当时第一次一粒一休的修法 为什么反对 因为它的观光季节 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旺季 这段时间 我接人客都接到北厘 那我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的客人就没这么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给他弹性是合理的 当然是合理 但是你合理 合理的状况 不能够让他过劳 好 那我们说 好 这两个过劳的问题 你让他弹性 总是要有个限度 好 因为他的问题在过劳 那我这边做好一个资料 当然我不希望这种噩梦出现 因为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 显示是过劳死的问题 就是过劳到死 好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数字 可是确实劳工部 由这个就是劳保局 之前劳保局还有这个风传媒 他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确实台湾有 所谓的过劳死的问题 那么过劳死的分布的密度 其实就是这几大行业 其他部分 我有就是对于 就是护理人员的部分 有包括我们在场来宾的 这个医护业 对 对 对 没有在上面 没有在上面 当然这可能有些黑数 我不能去解释 只是说被证明是 真的因为过劳而死的 当然有些人数并没有被证明 那这是劳保局所看得出来的数字 这是过去从2011年到2015年 总共过劳死的人数呢 是170几位 这详细数字加起来 总共人数累积起来是170几位 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是有产业别的 分别在保全公共汽车 汽车行业 计程车 那么到电子零组件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说 好假设今天电子业 因为鸿海是电子业 他真的因为过劳 而造成死亡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比例是 这是万 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 这是千分 所以这应该到了十万分之百万分之五了 因为这要加一个零嘛 所以是已经到百万分之五 就是一百 应该十万 十万劳工里面有五个人发生这样的事件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就劳保局角度来看 对于针对有发生所谓过劳死的这家公司 这个产业 你对他做严格控款就好了 如果你是全面性做的时候 我为了这 当然我们必须说对于这些 因为过劳死我们感到对他感到悲哀 但是为了这万分之五的几率 你把所有的行业全部控制住 那我问你简单问题 很多的这些中小企业说 那我在特定的时间我订单到了 我要不要接 对的确这一次其实修法 所要这个针对一些中小企业 就是说要有弹性的情况下 是针对这些业者 如果说他有这个忘记 接单进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能力 有人力去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给他弹性 但是这个弹性 恐怕没有放宽到 让他去过劳 这边我想请到玉凤姐 这一次的修法如果说放宽 但是因为好像没有 这行业别的限制 如果说让医院的这个劳动条件 又更加恶化 那这个所谓的医护过劳的情况 还是要持续 我相信会更严重 而且我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版面 我们前两天因为我去国会就是表达我们现在的现况 那结果我们护理人员 你看两天 以前我们护理人员对这个议题 对于这种议题是很少关注 两天我们触及人数已经快十万人了 那在底下全部的留言就告诉我们 那只会越惨 然后呢 而且呢 他们更想离开这个职场 那我在那一天的早上 我收到一个护理人员说 学者还没有开放弹性 我们就每一个月的工时超过两百六十个小时 那你觉得让这样一个护理人员照顾的话 你们觉得不会出错 然后这些问题发生之后造成的依旧 请问是我们个人要负责任呢 还是要政府来负责任 而且这样的弹性对于我们 他说四个弹性 可是我们要讲 第一个工会 护理人员我在上周就已经有讲过了 护理人员现在企业工会只有八家 产业工会只有三家 然后呢 医院的劳资会议里面 劳方代表的选举方式常常都是黑箱作业 那请问在这样的情况 护理人员根本完全无法 这个去表达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我们都是被人家掌控的 他们只要找都不是我们行业 护理行业里面是医院最多数 可是我们代表居然只有里面一个或两个 那请问一下 有时候这一个两个还是护理长 管理阶级的人去 那请问一下 所有的轮班四周变形 全部他们同意了 请问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讲 所以现在法修过来的话会变成 有可能医院之前想要按照一例修的规定 那现在放官弹性了 那资方或医院有可能就那我就不用家人了 反正我已经可以弹性了 花花班表持续吗 持续下去吗 是啊我那一天早上才拿到我们护理人员 你如果是你将心比心讲 他那一天是1 我们1小夜N大夜ofd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nofd 那等于下班早上放一天 然后就上白班 请问我下班那一天 我是要睡觉还是不睡觉 我如果睡觉晚上不睡 所以我们的时间 我们修行的时差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调整 你们可以去看到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多大的伤害 对的确这一次的修法 其实虽然行政院说四不变 那还有四弹性 问题这个四不变 有没有守住 还是被这个四弹性所突破的呢 那当然很多的这个把关机制 也是被外界质疑可能会寻同虚设 所以呢这个令令委 也提出了三大家码 我们看看内容有哪些 这三大家码包括就说 加班时数呢 做一给四 那如果没有满两个小时 是以两小时计 感觉上这个做一修饰 因为现在是要核实计算嘛 是不是逗退路呢 再来轮班间隔是 经中央目的主管机关 劳动部把关 再来是补修的加成 加班费换补修时数 要比照加班费来加成 来请教明佑 这个部分绿营立委的这个三大家码 到底有没有针对核心去做 我觉得完全没有 因为为什么 这次劳动部提出的这个修法 行政院版 这个事不变四个弹性 它主要是靠工会来背书 还有劳资协议来背书 那这样的背书之下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讨论说 台湾的工会足不足 因为依照企业跟产业工会 2010年只有14.6% 那到今天为止是下降 剩下7% 而且尤其是隆林渔木 就业人口达到57.7万人的时候 他的工会只有几个 要去保护这57万人 这要怎么达成劳资协议的可能性 所以而且劳资协议有一个前提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订的劳资协议订完之后 未来你如果离职了 这个劳资协议还是存在 未来你新进员工的劳资协议不能去否决到前面的劳资协议 答案是不行 另外一件事情 劳减能力的不足 我们讨论了好几天 我去特别查了数字 我们现在劳减覆盖率大概是27.45 那到12年 你才有办法把全台湾所有的劳减处理完 他就劳减人员多少 716个 716个 不到我们劳工的一万五分之一 他如果要做到劳减可能要征聘到上万人才有办法 那他到年底才答应说要征聘到一千人 你觉得台湾的劳减制度有办法去实行吗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我们在谈所谓的 是谈性是不变的时候 大前提是这两个前提存不存在 你有没有办法去进行劳减 没办法 劳资协议有没有办法开诚 不行 所以今天劳工愤怒啊 我不反对说你做任何的修法 可是你在这两项没有办法执行之前 你去做修法的时候 我是认为对台湾的劳工只会更加加重 劳方跟资方的不平衡 反而资方会觉得说 你这样劳 你还要经过这么多程序 我资方也不会去走那个程序 所以到最后黑箱的问题还是会存在 我个人觉得黑箱的问题还是会存在 行政院所谓的这个四不变四大弹性 问题之后面的弹性是不是 可是已经打脸了这个四不变的 来请教柏雅 这个部分刚刚明明有提到说工会的不足嘛 那再来说这次的修法 其实我们说是不是应该有行业的这个限制 你完全都一体适用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这个行业包括我们说这个 医护人员恐怕就把这个所谓的劳基法一力修给秀恶了 是这个其实工时的限制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有的啦 比如说像是欧盟的全境喔 他透过200388EC这个条约的规定来规定 欧盟的规定到怎么样严格的程度呢 轮班间隔一定要11小时以上 一定要超过11小时 我们现在要弹性到8小时 因为你要给他睡7到8个小时 你还要洗澡吃饭嘛 加11个小时 然后每一周的工时呢 含加班最多只能48小时 已经把加班都算进去了 欧盟的上限是每周48小时 那欧盟的企业有因此就是没有办法获利吗 欧盟的企业欧盟的工厂有因此都没有办法生产吗 其实没有 为什么 因为欧盟的企业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 已经很好的发展出了一个所谓适应法规的能力 我们今天讲我是法律人啦 我们讲也许枯燥一点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企业的调试法规能力 其实是企业的关键竞争力的一部分 那台湾的企业长期欠缺这样子的关键竞争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的大企业大公司走出国外之后 最大的亏损来源 是被当地的政府罚款 包括走出越南 然后发现说违反当地环保法规 被罚几十亿 走去美国开银行 违反当地洗钱法规 又被罚几十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台湾 从来不去练习调试法规 包括劳基法都是这样 应该说我们产业有些当初到中国大陆去了 后来发现没办法再往中南半岛 那接下来不想要往哪里去了 往非洲去了吗 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劳基法 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说弹性不够用 我可以体会 因为很多这样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基法翻开 这个弹性真的不够吗 我必须老实讲很抱歉 1996年 20年前 1996年的时候 劳基法第一次大修增加两条 一条叫做84条之一责任制 一条叫做30条之一 那是四周变形公时 那这能干什么呢 责任制就是包括说 你所有的公时规定 加班 立假 休假 国定假日 女性夜间工作 你都可以完全解套 不需要管 只要你是被纳入责任制的这个范围 30条之一的四周变形公时要干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不受所谓七休一的控制 你要连上12天OK啦 甚至劳动部的函事 还把它放宽到连上24天 你就把两天排在最前面 两天排在最后面 这样子 你中间连24天都可以 所以会形成那个所谓的那种剥削 跟那种极端颁表 很厉害对不对 其实这样子的空间 这样的弹性 在1996年早就有了 那为什么很多企业现在在哭喊说 弹性不够 因为他从来不了解劳基法 他不了解劳基法 早就给予这个空间 如果你是真的有需求的企业 你透过去游说主管机关劳动部 去核定公告 你是属于这个行业 你在跟劳工签书面协定 送主管机关被查 你就可以适用责任制 所以现在那个所谓的七休一 他就觉得被绑住了 是 那现在要松绑 那现在要松绑 已经早就解套 现在的30条之一 是用四周变形公时 不用管七休一的行业 也有高达几十种 那现在政府的修法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 其实这个弹性 早就存在了 但是他没有认真用力 去跟企业宣导 其实我在节目上讲这句话 我们工会的朋友 都要埋怨我 因为 过去的这个84条之一 30条之一 已经 泛滥到很可怕 刚才杰明哥讲的那个 过劳那个表 我们看到前几名 保全业 为什么还会这么过劳 因为保全业同时就是责任自家四周变形公时的试用范围 他们平均一个半都是12小时 所以这个弹性有没有够弹 已经很弹了啦 弹到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呢 门已经 后门已经开到这么大 可是他从来不引导企业去 好好的试用这个法规 那他现在的做法呢 是 竟然是要把这个后门变正门 把这个所谓的限定特殊行业 开放到 所有行业都可以来用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怪不得劳工朋友要生气嘛 那都试用到底有没有需要去申请呢 他说以后可能不排除 你没有工会 那就不准说来申请这个松绑奇修一 基本上 现在看到行政院的草案 行政院是把他交给谁来决定呢 交给事业目的主管机关 这个很多人看不出一个巧门 现在的把关责任原来是在劳动部 那劳动部照理来讲 他的责任应该是站在劳工这边 实际上怎么样不管 所以他推给其他部回去了 他的责任是 现在行政院的做法是说 你交给这个目的事业 比如说游览车交给谁 交通部 交通部 那比如说这个沙石业交给谁呢 交给经济部 比如说这个护理行业交给谁 不是劳动部 就卫福部 那这些部会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弊病嘛 就是因为政府公务员跟业者走太近 所以经常靠业者这边 我们从这个旷业法修法都知道了 负责把关的经济部完全是站在业者这边 到这其他的部会里面去 所以对于劳工而言 你要期待说交通部去站在游览车司机这边 你要期待说 恐怕是很难的 站在护理师这边 恐怕很难 交通部都说你要手握寒多如才算工时 10个小时 手握方向盘嘛 对 那我光是开车到台中 还不到10个小时 就中间一定要休息一下了 那更何况 可是交通部觉得这合理 你就知道交通部立场站哪边嘛 那我们的工会涵概率 实质涵概率 就是把那些保劳健保的工会 如果排除的话不到7% 那劳资会议呢 刚才明佑也已经讲了 根本就是跟空气一样 所以对于劳工而言 你这样子的弹性大开 那造成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没有把关嘛 那那个律例也提出 那个三大加码 你觉得有没有切中核心 还是说只是隔靴搔痒 我们可以体会律营立委的这个 现在在赖神的这个威力之下 很难真正的来反对啦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些所谓的加码 早就应该做啦 比如说加班费补修也要加成 这个早就应该做啊 不然对于老板来说 如果补修是1比1的话 那谁要付加班费 对不对 对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加码 其实是在过去年的 一粒一修修法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的配套 那现在他再提出来 其实说真的啦 撩背一格啦 不过 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修法 其实没有抓到痛点 没有解决问题的这个本质 对的确 因为刚刚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疑虑 包括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一体适用 所有的行业都能够去用 适用这个弹性 那恐怕真的是大开后门 后门变成正门 那说实在像那个情况 跟现在这个赖神希望拼经济 到底这个一粒一修修法 跟拼经济 关联性有多大呢 现在许多偏远的山区 因为说一粒一修之后 那么宅配业的 他们要涨价 甚至在明年初要涨40% 这对于这些小农 还有这个消费者来说 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双输的情况呢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一粒一修修法呢 这个外界有相当多的疑虑 那么包括所有的产业都可以试用 还有这个把关机制 那么工会组织太少 其实在台湾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就说打算未来不排除提案 要求没有工会的企业 是不准加入松绑期休一 但问题是 台湾中小企业居多 要如何组工会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台湾的组织 这个工会的组织率的比较 那么以台湾来讲 是只有7.3 韩国是10.2 新加坡19.7是最高 日本17.4 美国是11.1 国外的工会非常多 台湾则是很少 但如果说在一些中小企业 比如说它可能是微型企业 只有5个人左右 或是10个人到20人左右 这种小型公司 到底要如何去组工会 我想请教这个柏雅 怎么样看这个工会的组成 对于台湾的劳资关系 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说小公司它要组工会 这老板可能会不会有很大的疑虑 觉得你们是想干嘛 就是说劳资双方的关系 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 其实工会的存在 现在坦白讲 从欧洲的历史脉络来看 工会的存在 反而是劳资可以真的 和谐合作双赢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 因为工会 你可以透过跟资方的定期协商 让劳资之间的压力 可以定期能量释放 那在这个很多人都讲说 工会你会不会造成说 不断的因为很多工会都会抗议 怕说怎么样 对对对 但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从世界上工会最发达的地方 从欧洲来看 你会发现 工会跟资方之间的协议 常常都是中途 我们就说好 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了 所以双方都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 于是呢 其实这个企业往前再走了一步 所以大家不用对工会这么恐慌 那不过呢 我们确实在这边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 资方真的不用担心 所谓台湾工会太多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组工会的法规 非常严格 比如说微型企业好了 只有员工20个人的企业 他甚至没办法组工会 为什么 因为你 你员工20个人其实也不小了 对 但你为了组织一个工会 你还要先找所谓30个 30个成员 那还有门槛的 你公司就20个人 而且主管还不能加入工会 主管不能担任工会的干部 所以那要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 在这种所谓30人以下的企业 唯一可以依靠的 变成劳资会议 可是我们现在劳资会议 适用的那个办法 那个已经是古早时代的产物 所以非常的漏洞多 包括刚才明佑讲的 你这个劳资协议 你可以万年劳资协议的效率 你公司开的第一天做的效率 你可以沿用到公司导的那一天 中间没有人可以来反对这个协议 那中间 这个劳资的代表怎么选出来呢 资方代表自己指定 劳方代表 他是说要选喔 可是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你何时选过你公司的劳资会议代表 都搞不清楚 那你公司的劳资会议代表怎么跑出来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所谓的中小企业劳工来讲 他的保障其实是非常少的 因为政府说三道把关嘛 这个主管机关嘛 然后那个工会跟劳资协议嘛 劳资协议看得到吃不到 工会没有 只剩下主管机关可以依靠 那中小企业劳工 占台湾总劳工的90%以上 所以今天这个修法 为什么我说他没有抓到痛点 就是他提出来的解方 根本不符合中小企业劳工的需求 刚才讲说 很多劳工希望可以加班赚加班费 其实在这个一粒一休 从今年1月1号开始 推行到现在11月 我们这个看到劳动部显示的数据 其实劳工所领到的加班费是有在增加的 而劳工的总工时是有在下降 一粒修这个政策的效应慢慢显现中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再去进一步看资料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劳工遇到的问题 不是加班上限不够用 现在加班上限一个月有几个小时 有46个小时 政府给你的扣打一个月有46小时这么多 可是按照这个政府的统计 平均劳工领到的加班费只有14个小时 所以你显示你还有30几个小时没有用完 那你既然都还有30几个小时没有用完 你现在又提高加班上限 是要解决谁的问题 那怪不得大多数劳工无感 因为劳工遇到的问题又不是加班上限不够用 我平均只加14个小时 我还有30几个小时的扣打 那劳工真正遇到的问题会是什么 恐怕工资太低会是一个症结 那假设工资没办法一下子提高 我们也提亮企业组的困难 的话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政府就积极努力的去辅导企业组 适应劳基法法规 84条责任制 30条之一变形公司 这些都用下去了 到底还有哪个行业特殊到 这两个后门都还满足不了它的需求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行业 劳动部具体的提出来谈 如果真的这个行业应该是大发力士了吧 对不对 单子接不完做不完 对不对 到美国上市了 对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经济部应该提出来它具体哪个行业 不然现在每次美租部长都姿势呜呜 讲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个 如果说真有这样的行业 真的是生意这么好 单接不完 这个劳工加班都做不完 那照理说应该针对它去放宽 那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通通要配合呢 这恐怕就是问题所在 玉凤姐你的这个工会 当初这个比如说在组成的这个过程 到你跟政府部门的一些接触 这个辛酸是怎么样啊 到底好不好做啊 特别是护理人员 其实非常不容易啊 我们护理人员要集中30个人站出来 就不容易了 更何况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是护理产业工会 我们不是企业工会 企业工会更难啊 那个医院都会打压 甚至我们之前还有医院直接说 不可以加入工会 他的劳动契约里面就不准你加入工会 三种如果你加入工会的这个游行那些的话 你就会被这个违反你的工作规则规定 你可能就有被解雇的可能性 那大家怕得要死怎么敢 那是因为这几年一直有宣导 那护理人员才愿意 可是我们在站出来之后我们去 我们对于法令的一个不了解 然后是去护理人员 我们要去宣导很难耶 像我这样全台湾跑了五个地方 北中南东在家里倒 我东部还去跑了两场 你知道我东部多惨 那你想想看在花莲来了七个 然后在那个台东才来两个人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护理人员对于法的不认识 对于组织工会也不太认识 那我们这样跑 其实真的很辛苦 然后能够组成之后 那企业工会 我们今天早上去已经有听了 开劳资会议 雇主就一直拖一直拖 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去谈 那我们产业工会我们去 他就跟你讲 你只是少数人员而已 那我不愿意承认你的一个代表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他所谓的三大把关 到底把到谁 我们都不知道 对的确这个劳资地位明显 这么的不平等 高低落差这么大 那现在劳动部还希望 这个所谓的把关机制 显然看起来漏洞还很多 来请教杰明哥 这个部分 我们说赖奎希望能够拼经济 希望给这些一些中小企业的 一些弹性 那这些弹性给了 但问题是 台湾还能继续再用这种 所谓的低人力成本去拼经济吗 低人力成本这一部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issue 也是个关键点 因为我们台湾的状况是 超过九成以下是中小型企业 这种企业它基本上 它确实在所谓增加它的 机械能力智能能力 有它的缺陷 那这部分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去做改变 那我们不能期待大型企业 就是上市会公司的能量 可以扩充到所有中小企业 它也有它的困难性 我们接触到很多的公司 它可能只有两三个员工 然后就是想办法 大家在一起 然后用集聚的方式 来取得订单 对 不过我先回应一下 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一直讨论说 到底这个加班数是多少 其实在欧洲商会里面 欧洲商会 台湾上是欧洲商会 如果欧洲他们自己都没做到 为什么要求我们来做呢 他一直强调一句话说 你的一利休完全没有弹性 我以德国做例子 德国当然是说 它是每周是以48小时为原则 它是原则 不是上限 是原则 原则跟上限是不一样的 第二件事情 你要工作10个小时 可不可以 如果你平均值 每6个月到24周 你的平均工时都是8个小时 德 就是有10个小时的弹性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周日可不可以加班 原则上周日是不能加班的 但是呢他要求是你有15个周日 是绝对不能加班 也就是说他唯一只有针对 礼拜天做这个控管 而且控管时数是 你55周里面有15周 你一定要让员工修15周 他们不能理解事情是 礼拜天变得这么没有弹性的时候 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举个简单子 史莱利亚有位 以前是很厉害唱歌的 他这次对于一利休 他也是反对做修正 我问一个问题 他每次在唱这种所谓 循环的演唱会的时候 会不会超过10天 可能一定会嘛 好 那他有没有按照一利休息 那以后 当然他现在不开演唱会 有一天他开演唱会 那是不是第7天他必须休息 我有很简单的逻辑 现在其实欧洲商会 美国商会针对的问题是 我们对于假日的 这部分的控管太严格 你可以假日 像以中国为例子 他如果十一长假休的话 是一比四 你做一天要给四天的工资 那中秋是廉价 你工作一天 你要给两天的工资 他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合理啊 你要我礼拜天工作 那你就给我三倍薪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为什么不能被接受的事情呢 那么这也是符合绝大分中小企业 他可能从八月 应该说从六月到八月 可能是两高三 就是没事 但是到旺季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紧张 但是对不起 一律休卡住 拜托你不能工作 这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不懂怎么去 所以这个弹性 就给这些 这个产业的中小企业 我们常说一个矛盾是说 到底是就业率 跟你的过劳史有没有相关 就业率越高 这个过劳史就会更严重 还是就业率越低 过劳史更严重 我们先用过劳史的 来讨论过劳 因为过劳这个被定义 我没有办法去定义过劳 但是我可以用过劳史来定义 这个数字显示一件事情 政府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经济搞好 你经济搞好 就没有过劳史 我真的有这个数字 来看一下 你看2011年 当时金融海啸过来 我们台湾市益率从4.6 这高峰其实降到现在3.5 你看到当这个所谓的 就是失业率在下滑过程当中 我们过劳史的人数是减少的 理论上应该是说 你失业率下滑 这个表示景气很好 景气很好 需要你过劳的几率越大 所以过劳史机会越大 就正好不是 当你的失业率在下滑的时候 你过劳史人数就变少了 2015年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们失业率又往上增了 过劳史立刻出现 为什么 因为老公怕失业 当我发现到 这个公司状况 不是很好的时候 好你让我加班 你让我加班 你愿意 所以其实道理很单纯就是 在我们一粒一休里面 问题是出在周日的问题 不是其他的问题 周日到底 可不可以让我工作 其他的问题才是 什么工会问题 我们继续谈 那我们现在不就一令一休吗 对不对 就是内有一天是可以 Asofi可以谈性的 不是 这个例的部分 它 欧洲工会给你谈就是这个例 就是这个周日 我刚才你解释了 德国有55的工作天 他要求你16天一定要让他放假 也就是说你还有其他将近30几天 你是有弹性的 我们是毫无弹性可言 那你要工作可以 你就必须加薪水 我现在很担心的事情是说 如果你今天就是在这种小地方去掐得住 而忘记了你放眼到你真的要跟国外竞争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是在礼拜二媒体上面有公布的消息 可能没有很大幅度的公布 但我非常忧心 台湾有个叫做经济规模 就是economic capacity 我们过去因为在阿扁时代 设了很多工业区 所以我们曾经扩张了一个经济规模 但是在马英九这八年 我们没有办法扩张经济规模 甚至工业地被少数这些人去把持了 因此我们工业地没有办法被使用 买了也不开发 去炒地底 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看你会不会担心 在2016年的时候 全球景气点是 从越糟糕变成越来越不糟糕 那么现在从今年开始是 从不糟糕变成越来越好 台湾呢 因为正好遇到感受景气的一个复苏 所以我们在去年呢 状况还不错 股价也落底之后反弹 但是你看到我们从好变成糟糕 就是全球变好的时候 我们反而变不好 我们投资变少了 就是你太多的法规不解释清楚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德国IFO 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研究经济的研究指标 它对我们未来六个月的看法 事情是我们投资会变少 投资变少就是因为你卡太多关了 OK 来明佑怎么看 我们现在就说要拼经济 但现在一例一休 到底这个影响有多大 特别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这些运输 宅配业者如果要涨价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那这个冲击是往良善的方向 还是可能是双输呢 其实我觉得冲击越大 对台湾的经济当然会越有影响了 那所以我前几天看 台湾竞争力论坛的一篇报导之后 我心里感触非常深 因为劳工跟资方的关系 就像存死一样的关系 那现在好像去咬道一样 互不相让又流血 互不信任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可是政府政府的信心 我们劳资对政府有没有信心 没有 因为沟通不良 因为政府没有扮演那个舌头的角色 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认为资方 为什么整个经济在成长的时候 资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资方他们扮演他应该有的角色 我们的行政院长说缺地缺工 缺人才缺水缺电五缺 可是现在缺到最后人才跟工呢 我们要发展AI产业的时候 人才需要吧 需要去培育吧 他也提出了一套培育计划 那这一套培育计划 就像柏雅讲的 台湾的起薪很低 今天劳资他们 资方不愿意让政府去修法 跟劳方不愿意去修法 其实是两回事 因为资方不想增加人力成本 资方不想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比 当劳方提出3万块的基本薪资的时候 那他就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跟先进国家比 你要跟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比 所以你看资方永远在他资方的立场 他永远他理由 还跟落后国家比 对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则 所以我就去查了某一个人力银行 他最近做的一个调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显示 就是大学新鲜人 他现在我们的起薪是 28,116块 跟17年前比只增加了100块 我们现在起薪是增加 而且我们现在失业率是降的 下降的 3.77% 如果说起薪真的是倒退的 对 我们失业率已经是17年来最低的 那好 那我们看到日本 因为资方说不要跟先进国家比 可是我觉得这不太对 我们应该是往前看的嘛 日本的起薪是5万7 台并5万7 当然他们的相对他们的生活水平 要比较高一点 美国更高 台湾的四倍 11万4千 那所以可以看出来 台湾的年轻人非常忧虑 自己的前途 那这个前途在这一次修法之中 我一直在讨论的是说 你要修可以修 可是这个修的前提 有没有相对的条件要修 因为你看六年级平均薪资 大概是三万六千多 六年级耶 加我好像十几岁 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压力 他的理想是多少 五万多 因为这样还可以养家糊口 那八年级呢 两万七千多 期待三万多 所以从这个数据 他可以看到一个显示什么 六年级他为什么愿意加班 就是资方口中愿意加班那一群 OK 好 如果说永远都是靠加班来增加收入 说实在 这次政府的修法 给资方弹性 但问题是 薪水会不会相对也恶化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一粒修修法 希望能够改善劳动条件 但现在看起来 给资方弹性 但是对于起薪 对于劳工的薪水 有没有帮助呢 来请教玉凤 你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行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医院也不愿意增人 反正可以弹性 那薪水也没办法增加 一定的啊 我们现在医院他只要有漏洞 他就是拼命的专 那有弹性他一定用到弹性最大 我举例说明一个很简单 我们护理人员很深切的感受 以前呢我们上7点5小时 我们上8小时 就是有7点5小时的工作时间 30分钟是让我们去吃饭的 可是呢自从呢 他们知道就是说 他们都会在这几年 我们修法之后 他就跟你讲 一定就是劳西法34条里面的规定 每工作4小时呢 要休息30分钟呢 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护理人员呢 你要上8点5小时 然后呢更惨的是 我们上了这8点5小时呢 全部都是在上班 那30分钟依照法律规定是 我们要做这个完全自己使用 可是我们只吃几口饭之后 没有其他的人力可以使用 我们就继续再去上班 所以你们实际吃饭的时候 是可以到外面去吃 还是直接就在护理站吃 我们就在护理站那个 护理站里面 对 离不开啊 就等于也是边吃边工作 对啊 所以你说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今天跟我讲弹性大开 劳资会议 我们刚才就讲了 根本没有机会去进到里面嘛 然后再来工会7% 我们护理人员更低啦 我觉得1%也没有 那比如说加班费的问题呢 加班费因为过去公立院 也有那个就是 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班表 是可以这个跟动的嘛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领不到加班费 加班费更不领不到 我们现在护理人员的假打卡 真上班 那有些护理长 还直接收集你的这个 那个卡片 直接去帮你打卡 是 还有我们去加班 他说这不算加班时间 直接给你驳回 请问一下 我们有办法吗 或是护理人员我讲一下 准时我们就按时打卡 对不对 医院现在来一步 这个叫异常刷卡 再给你修成正常上班 请问一下 加班费我们拿得到吗 有没有人去检举啊 检举很少啊 检举不好 很少成功啊 不敢检举 因为电脑可以改 不敢检举比较多啦 不敢检举比较多 对啊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说医院都敢这么做了 那杰明哥 我们这个一例一休修法 给资方这个弹性好了 结果呢 这个到底我们说 劳工最实质的 比如说我薪水可不可以增加 我加班费可不可以拿到 像刚刚玉凤姐说 你今天加班费都拿不到 我们先还是讲 护理的部分 我觉得是需要严格控管 我们去看医院的这些获利 或者其他行业 对 其他行业部分 当然我们要这么讲一句实在话 中观现在全球的状况 我就以美国来说 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呢 它已经创了17年来的新低 是2000年以来的新低 但是他们工资的增长幅度呢 几乎是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个状况是 到底这全世界发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我们是 因为我们前在念 这个经济学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数字 失业率降低薪资增高 为什么呢 因为失业率降低 你就必须找更多 找下一个人 那个人的薪水一定要更高 因为你找不到人 但现在的环境就是 让我们捉摸不定的 就是连 这个薪水好像越来越少 始终高不了 连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们都不能理解就是 失业率降低了 为什么通货膨胀没有起来 为什么薪资没有增加 大家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 那我应该这么说一句话说 其实你注意看 为什么刚刚明佑给了2.8万 但是你到中南部去 那乌克林 2.2就已经通效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里面存在这么大一个落差 它当然可能是 统计学上面的黑数 或者是企业根本没有老实 申报它的薪资都有可能 但是其中最大的差异性是 但是如果你到竹科 或者到现在就是最幸福的 桃园 新竹 还有这个是部分的台南 你会跟他说 你2.8万的起薪 没有人make it 那个太低了 现在随便一个桌园员 薪水起跳 都一定要3万 那你如果再加班 就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大力光找不到人 他起薪2.6万 找不到人 所以没有冤枉大人 大力光起薪2.6万 这说得过去吗 对他现在调了10个百分点 他就解释 其实我一年的薪水是五六十万 你会发现到这种事情 就是真的产生了 连大力光都出现这个状况 那后来大力光在大家压力之下 他调高了10% 10%的话大概也就是2万8 就是符合大家薪水 这里面潜在的落差一件事情是 产业别跟南北的差距 也就是说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那位很会唱歌的立法委员 长左吧 他就质疑说一粒秀根本不需要修改 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但是赖青的院长说一句话 你到中南部去问问看 这是不是存在 所以我们是这个落差的问题 怎么去调解 我只有一句话 要说一句话 如果你今天真的重新增加 台湾的经济的capacity 增加更多的投资进来的话 你薪水就会增加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刚才拿的例子很多地方 因为我很多数据是拿的阿扁 我用这个数据最后就结束 阿扁当时把这工业区一开完之后 在2006年跟2017年 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超过6% 当时是薪资增加最快的状况 所以没有投资 你薪资不可能增加 对 蓝蓝明佑最后时间了 如果说薪水能增加 说在可能很多问题 一切一刃而解 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因为我们今天资方在卡到一个 我刚才把它讲完了 对资方最支持的 大概是六年级跟七年 为什么 他们的忧虑是说工作机会跟加薪难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资方在永远给你低底薪 低底薪的时候 我就要透过任何方法 加班 加班 所以你看中南部 我南部来说 你如果在某某电池上班 一定给你上架的日子 就是2万2 那2万2 你要透过加班的时候 整个你的手机 要去人家一些缺乏 所以你在中南部 你若一个月判斥过3万5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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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